郭德纲生日刚过 作为老搭档的于谦老师 也迎来了他的生日 徒弟李思明卡点发祝福 祝福师傅于谦老师生日快乐 虽然李思明卡点发祝福 很是有孝心 但是文案的配图 却引起粉丝们的关注 非常的怪异 一张于谦老师咧嘴哭笑不得的照片 直接让评论区画风跑偏了 大家也是纷纷开启了调侃模式 众所周知 于谦老师年龄大了 脸部变得非常松弛 这则比较多 纷纷调侃谈于谦老师是杀皮脸 就连岳云鹏都在舞台上杂瓜 明天上新闻 有标题 我谈于谦思过杀皮脸 别说 思过什么脸 但看到李思明配图中 于谦老师虽然怪异 但是把师傅于谦老师脸上的褶子全给弄平整了 网友们也是看热闹不怕事儿大 坐等于谦老师本人的回复 看看李思明如何收场 也有网友调侃 这是想给于老师做个拉皮吗 在这里也祝愿于谦老师生日快乐 不得不说 于谦老师真是人生的大赢家 抽烟喝酒烫头 每天过着自己想要的日子 虽然不争不强 但名气不减 相声界是相声皇后 同时又是摇滚协会副主席 影视圈得过影帝 名头甚至超越郭德纲 很多人都挑拨离间的说 德云社的演员 看人下菜碟 自己师傅过生日 万人空相 于谦老师过生日 就无人问津 这种说法显然有些片面了 因为微博上显示的于谦老师 1月24号过生日 是公立的生日 按照我们中国人的传统 一般都是过农历的生日 要不然孟赫棠 冯兆阳等人 不可能不发生日祝福 于谦老师对郭德纲 和德云社的帮助 那不是几句话能说完的 说没有他 就没有现在的德云社 也一点都不夸张 家有一老如有一老 郭德纲和于谦这老两口子 就是德云社的晴天白玉柱 跨海紫金梁 只要他们还在德云社 谁走了也不怕 德云社的演员 也都知道这一点 对于谦都很尊敬 如果于谦老师过生日 怎么可能不去祝贺呢